我们把鱼放进去 哇 我们当地的鱼只要去打 那那个鱼鳞呢 鱼鳞是最好吃的 鱼鳞要用油炸吗 还是就这么煮 煮进去它自己跳起来了 飘起来了 那内脏呢 内脏也不难 老人家一般吃内脏 他就觉得没有吃 那你这样一看 就知道那个胆在哪里了吗 从这里 一二三 三片里 大致在位置 好 来了 不是吧 鱼有胆的呀 这个胆就是黑色的 鱼胆不能吃的 鱼胆是苦的 小心哦 真的没有尝试过这样吃鱼 有牛哥最熟悉妈妈的女方 白酸打底 红酸提色 香张叶木浆子做香料 活鱼取胆 整鱼下锅 做法粗犷 平的 就是对于田间地头食材的自信 道花鱼 肉质肥美细嫩 在沸腾的酸汤中 鱼肉炖得软烂 弥漫开来的酸香味 就是妈妈的味道 做法粗状 这部的特别是 绿色的风景 在南瓜里面